青春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開箱這位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位歌手 他其實這張專輯是在去年發行的 那這張專輯就是他的同名專輯 Alicia Keys 的 Alisha 其實他這張專輯發行的時候呢 他的官網上面就有一些不同顏色的版本 就我所知有一個叫做Teal 就是有點寶藍色嗎 還是有點偏藍色那種感覺 那有另外一個版本是白色的 因為他這張專輯的概念有點比較復古 然後會搭配一些比較簡單的 比較鮮豔的顏色 所以他有一個版本是Rainbow Splatter 那因為他是限量的 我想說好那我就買彩虹的顏色這樣 在開箱之前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我在他官方網站買的 那他其實定價不便宜 我印象中那一張好像也是要40塊35塊美金左右 這些還要再加上運費大概10幾塊 再加上稅 所以一張就要大概快50幾塊美金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好的讓他一起等 就到時候他忘記付 第一個他忘記付歌詞本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的唱片上面 在封面上面有一些磨損的痕跡這樣 背景千辛萬苦拆好不容易讓 第一個唱片到 然後他後來又補記歌詞本 大概兩個月之後才到這樣 所以也是有一些小插機在裡面 但是就專輯來講 他裡面的歌是非常好聽的 那我們來開箱吧 那他專輯封面呢 他其實有一個hyper sticker 但他是透明的 然後他就是放在正中間這樣子 然後是alisha 那你打開呢 他的設計是這樣子 這是封面 這是背面 他是雙黑膠 然後他是雙開式 比如說裡面打開的設計是這樣 就是還滿簡單復古的感覺 alisha 下面一些他的親筆留言這樣 那他的內容物其實算還滿豐富的 就是第一個他有附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等了兩個月才到的歌詞本 然後就是有點他的寫真 然後歌詞 他還有附一張小卡 那小卡這個其實就是他的下載序號這樣 他有附上幾張大概是什麼 小海報嗎 就是 一些設計圖 是感覺還滿豐富的還滿不錯的 然後印刷屏還滿有質感的 那我們來看膠色吧 那他每一張黑膠都還是會 還是有他自己的封套這樣子 那膠色就大概是長這樣 講實在話我有一點點失望 等很久 但是膠色我覺得感覺還滿普通的 就是感覺 市面上已經有很多類似這樣子 彩虹噴灑的那種膠色 那第二張的封套是長這樣 那他的膠色也是一樣 音質的部分我覺得還可以 我印象中有一些些小報音 但是還是可以接受 但他這張專輯我真的 他這張專輯我還真的滿喜歡的 因為就是除了接受藍調 再加上他一貫有的那種 比較Urban的風格 再加上還有點復古跟未來結合的感覺 所以這張專輯我是還滿喜歡的 我也還滿常聽的 所以啦 就是今天的開箱 你有買Alicia這張專輯嗎 那你也敢想如何呢 萬一在底下留言 我們可以去討論喔 那我們今天開箱先到這邊囉 下次見 掰掰